这里有一个万花筒 它的名字叫做北九州万花筒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看到了吗 行自百态的北九州市 宠立着众多古老建筑的历史街道 四季多彩 富饶美丽的大自然 以及支撑了现代日本发展的生产制造技术 北九州万花筒 蒋门丝 小仓 八番 若松 护田等五个老城市 合并而成的北九州市市容 展现在我们面前 再让我们好好看一看吧 大家一定会发现许多 您不曾发现的多彩迷人的景象 正像北九州市方位图所示的那样 以可以24小时运营的海上机场 北九州机场 和新干线停车的接而鲁小舱站为中心 通过陆海空各种方式都可以进入北九州市 我们热情地期待各位的光临 这里就是九州的门户北九州市 所谓门户的象征就是这横卧本州与九州之间的关门海峡 关门海峡最窄处只有700米宽 它的下面就是世界罕见的 可以在海底漫步横渡的海底隧道 此外这里还是原坪之战 日清讲和条约 即马关条约签署等 众多历史见证的重要场所 这里是面对关门海峡的港口城市门思港 是于横滨、神户、并驾齐驱的日本三大港口之一 自古至今作为大陆贸易的中心日益繁荣发展 在这里现代式西洋建筑到处可见 绝世等新潮文化已落地生花 以蓝天大海为背景的关门海峡 至今仍保留着许多让人回想过去的古风建筑 时间好像在这里缓缓推移 它可以把人们带回那回味无穷的过去 这里是1914年建造的杰尔鲁门思港站 是九州最古老的木造结构的车站 在经受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洗刷后的今天 仍以其原有的雄资迎送着启程归来的人们 门思港站还是日本唯一一个被指定为国家重点 保护文物的车站 门思港是九州铁道的发祥地 传播铁道发祥历史的就是九州铁道纪念馆 纪念馆的馆房建于1891年 是当时的九州铁道总社大楼 现在这里展示着曾经奔驰于九州各地的历代机车 这里是1921年建造的旧门思三井俱乐部 曾聚集过各路达官贵人的迎宾馆 现在作为餐厅资料馆被广泛利用 世界卓越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下榻于此 更是广为人知 当时的房间还原样保存 共游客们观览 旧大阪商船为1917年的建筑 曾是外国航线的后船室 起着灯塔作用的八角塔 是旧大阪商船大楼的象征 夜幕降临 门思港的古色建筑被华灯点缀一新 门思港怀旧夜色幻想曲 通过美幻式彩灯效应 唤起人们甘甜的怀旧情思 这里是作为江户时代 九州北部中心城市繁荣发展起来的小舱 长着绿胎的城墙 五条古道起点的长盘桥等 至今仍保留着昔日的容貌 小舱城是当时诸侯居住地小舱的象征 时至今日 天守阁已成为高科技型历史资料馆 在线了当年小舱民众生活习俗的画面 可动墨尔模型等 都深受游客的欢迎 城内厨房的在线展示 还可让人们像做游戏一样 愉快地感受小舱的饮食文化 这里是继承了江户时代代表性特征的小舱庭园 漫步池塞四周 欣赏四季风光 还可在粒粒席上品尝墨茶的芳香 北九州市还是文人辈出之地 在日本著名文豪 北九州市出身的松本青章唯一的纪念馆里 陈列了大量丰富的 从推理小说到历史小说等多个方面的资料 将青章文学的全貌展现在观众面前 在北九州市立文学馆内 还展示介绍了森欧外 林浮梅子 火野伟平等与本市有着密切联系的作家们的足迹 这里是被人们称为小舱厨房的蛋过市场 在大约一百八十米的拱顶商店街两旁 风前筑前的山珍和想摊的海味 摆满了整个商店街 欢快地叫卖声此起彼伏 顾客川流不息 到处都充满着生机 充满着喜悦 这里是曾经支撑了现代日本发展的钢体之都八藩 现今这里 主题公园与博物馆汇聚一处 是游乐和学习融为一体 深受各阶层人们的欢迎与瞩目 生命之旅博物馆是以自然史和历史为主题的 在古环境探索馆里 时空隧道可以把您带回肯龙时代 全长35米的世界最大级恐龙地震龙的骨骼标本 则是这里的精华所在 日本国内最大的老沙等波质标本 动人心弦令人流连忘返 此外八藩制铁所职工家属宿舍的在嵌展示 还可以让您亲神体验一下50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里是环境博物馆 是力争成为世界环境之都的北九州市设立的独具特色的博物馆 通过剧情编排 模型展示等 向人们生动地介绍了北九州市 克服治理公害的艰难力章 从中还可以学习了解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一些小常识 这里是世界上第一个 以宇宙为主题的主题游园地太空世界 阿波罗密封舱 阿波罗宇航服 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等 宇宙开发历程中的大量珍贵资料都在这里展示 产业都市北九州同时也是有着丰富大自然的城市 无论是山还是水 都有国家指定级公园 这里是日本稀有的岩戎台地 平尾台 高原上清风荡漾 遍地的石灰岩 好似行姿百态的牧羊群 同时 这里还是日本著名的西少山林原野植物宝库 平尾台有着许多中蠕洞 其中国家指定级天然纪念物千佛中蠕洞就是其中的一个 大大小小的中蠕洞形成的地下世界 可以让您感受一下探险家的心境 河内蓄水池的前身为八帆制铁所的蓄水池 是1927年修筑的石器式水库 随着季节的变化 这里不断给人们呈现出美不胜收的大自然景观 全长33公里的自行车专用道 为喜爱大自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舒适温馨的散步区间 深受市民的好评 这里是没有经过任何人工修饰加工 保留了原始自然风光的翻柱连山 利用登山车登顶遗忘 整个北角洲市尽收眼底 这里美丽的夜景被人们赞誉为百亿美元的夜景 整个世界宛如宝石散落 群青闪烁 堪称新日本三大夜景之一 这里是国家指定级公园若松北海岸 蔚蓝的大海和海上的岛屿 构成了一幅精美迷人的画面 牵迭符在落潮时浮现出的巨大岩石 有200米之长 它不仅会让人联想到1000张榻榻米 产品制造之都北九州市 自1901年国营八番制铁所开业以来 为日本的近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此积累下来的高先端制造技术和经验 延传至今 通过产业观光 您可以亲临现场 切身体会一下产品开发制造的乐趣 这里就是著名的新日铁八番制铁所 到这里可以参观赤红的钢坯 被炸钢机压制成博碗的整个生产过程 这里是产业用机器人的生产工厂 您看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吧 这里是资源回收再利用工厂 回收的塑料瓶摇身一变 可做成时尚的新潮服装 这里是靠不加任何添加剂而打响的肥皂工厂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肥皂从制造到装箱的整个生产流程 亲身体验产品制造技术的产业观光旅游 是北九州市独创的新型观光旅游模式 北九州市遍地都是山珍海味 只有懂行的人才知道 这里才是美食家的宝地 这就是让全国讲究吃喝的人们赞不绝口的关门河豚 美美地吃上一大口薄薄的河豚生鱼片 新鲜而富有弹性的口感 高雅鲜美的口味 定会让您经久不忘 北九州市不但拥有大面积的竹林 竹笋的美味也堪称天下第一 河马竹笋是高级餐厅指定的名牌原料 没有色味 可切片生吃 口感鲜嫩 北九州市很早以来就将米糠酱菜用的米糠酱 用作主菜用的调味料 并将这种主菜叫做金打煮 将肥肥的青花鱼 沙丁鱼煮成金打煮 吃起来会别有一番香美 您知道吗 深受欢迎的日本炒面发祥地 其实就在小仓 创始者是将干面煮后再炒 有筋道的面上挂足了独特的调味汁 保准让您吃了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年轻人极其喜爱的烤咖喱饭的发祥地为门思岗 据说烤咖喱饭原本是西式餐厅供给员工们吃的便饭 将干烙放在咖喱饭上 经烤箱烘烤后 这种咖喱与干烙的巧妙组合 产生的绝妙美味令人难以置信 北九州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热闹 一到传统节日集中的夏天 整个市区到处都充满着节日的气氛 电影《无法松的一生》是小仓奇缘大鼓闻名全国 大鼓的打法是全国少有的两面击鼓法 正面和背面的打法不同 伴随着啊呀撒呀嘞呀嘞的耗子声 大鼓缓慢地穿梭在各个街头上 始于江湖时代的传统节日 黑旗奇缘彩车会 其激烈勇猛的程度 不免被人们誉为争雄会 在竞赛表演大会上 彩车剧烈的翻滚表演 惊心动魄 很是值得一看 已被指定为国家级重点保护 民族文化财产的 胡田奇缘大彩车 是由309个灯笼组成 高达10米 好似巨大的发光金字塔 在黑暗中穿梭行进 场面极为美丽壮观 可让人反复看到 当年煤炭产业的兴旺 给若松带来的一片繁荣景象的 若松港口节 其中身着浩衣的青壮年男士们 敲击木骨 载歌载舞的五平泰喝彩声 是若松港口节的重头戏 当然 北九州之下的精华 当属黑幽百万人之下文化节 来自各地区的彩车大谷 欢聚一堂 上万人的市民载歌载舞 将节日气氛由一个高潮 推向又一个高潮 最后上千发的烟花腾空飞跃 照亮了都市的夜空 谷写出北九州之下的最终乐章 这是位于关门海峡两岸的门司和下关两市 共同举办的海峡烟花大会 两岸同时升空的大火花 宛如笔美一般正相绽放 相交辉映 这边是以洞海湾为大舞台的 九喜之海烟花大会 利用若户大桥设计而成的全长400米 号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烟花 是这个烟花大会的压轴系 花火宛如瀑布高悬天空 使人感到森林仙境 北九州万花筒您就要看完了 感觉如何 找到让您欢心 让您兴奋的画面了吗 记载着历史的街道 四季多彩的大自然 先进的产品制造技术 数不尽的美味佳肴 还有那振奋人心的节日烟火 每个画面都富有特征 充满魅力 北九州市热诚欢迎您的光临 这里一定会有您意想不到的相会和感动 在等待着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